好收藏 表達對胡錦濤主席的熱烈歡迎和崇高敬意 令計畫、王滬寧、戴炳國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 中國駐馬里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等也到機場迎接 胡錦濤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指出 中馬友誼遠遠流長 中方真是中馬關係 願同馬方一道譜寫兩國友好合作新篇章 胡錦濤表示 他期待著同杜爾總統等馬里領導人 就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還意見 相信在雙方共同能力下 這次訪問一定能夠達到鞏固友誼、深化合作、投影挑戰、共謀發展的目的 胡錦濤主席在杜爾總統陪同下乘坐敞篷車前往下榻飯店 在沿途數公里長的市區街道兩旁 當地民眾身着盛裝 佳道歡迎胡錦濤主席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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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揮舞著中馬兩國國旗 再歌再舞 熱烈歡呼 盡情表達對中國人民的深厚友情 西方 当天下午胡锦涛主席出席了 都尔总统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当地时间下午4点30分 当胡锦涛主席抵达总统府时 受到都尔总统的热情迎接 现场明里炮21响 军乐团奏中马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中马两国歌 胡锦涛主席在杜尔总统陪同下 检阅了仪仗队 欢迎仪式结束后 胡锦涛主席和杜尔总统 在礼兵马队护卫下 乘车前往总统府马里厅举行会谈 胡锦涛主席是应基奎特总统的邀请 于当地时间14号晚乘专机抵达达类斯萨拉姆 开始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专程到机场 热情迎接胡锦涛主席 令计划 王滬宁 戴炳国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胡锦涛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指出 中坦建交45年来 两国关系始终健康顺利发展 胡锦涛表示 期待着同基奎特总统等坦桑尼亚领导人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希望这次访问为加强中坦传统友谊 深化双方友好合作 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做出贡献 当胡锦涛主席抵达市政厅广场时 基奎特总统上前热情迎接 坦桑尼亚民众挥动中坦两国国旗 再歌再舞 家道欢迎胡锦涛主席 两国元首登上检乐台 军乐团奏中坦两国国歌 名礼炮21响 军乐团奏中坦两国国歌 走 走 走 胡锦涛主席在鸡盔特总统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 随后鸡盔特总统邀请胡锦涛主席观看坦桑尼亚传统舞蹈表演 欢迎仪式结束后胡锦涛主席乘车前往总统府与鸡盔特总统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2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达类斯·萨拉姆 同坦桑尼亚总统鸡盔特举行会谈 上午时时许胡锦涛主席乘车前往总统府 当胡锦涛主席抵达总统府时 受到上千名坦桑尼亚民众的热烈欢迎 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迎接胡锦涛主席的到来 胡锦涛主席与热情的民众亲切握手频频向大家致意 在会谈时胡锦涛表示 坦桑尼亚是中国的老朋友好朋友 中坦两国人民有着深厚传统友谊 这一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 建交45年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坦关系始终健康顺利发展 堪称中非和发展中国家真诚相待团结合作的典范 当地时间2月15日下午 正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胡锦涛主席 在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陪同下 出席了中国远坦国家体育场竣工仪式 当胡锦涛主席抵达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时 受到了基奎特总统和全场人们的热情欢迎 在新搭建的主席台上 基奎特总统首先致辞 他说 中国人民的帮助让我们今天充满自豪昂首阔步 感谢中国人民送给坦桑尼亚人民的这份美好礼物 最后他带头高呼 中国万岁 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 胡锦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他说 这座体育场是继坦桑铁路后 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的最大项目 是中坦兄弟般传统友谊的结晶 建交45年来 中坦两国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 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两国人民有意不断加深 中国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极同坦桑尼亚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 取得累累硕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坦友好合作 堪称难难合作的典范 胡锦涛表示 中国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 支持和帮助坦桑尼亚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做的努力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坦友好合作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造福两国人民 雄伟壮观的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 于2005年1月开工 2008年12月建成 占地12.1公顷 有6万个座位 是目前中东部非洲最大最现代化的体育场 是中坦务实合作的又一座封碑 两国元首共同为国家体育场竣工接牌 随后胡锦涛主席和基奎特总统走到场地中间 同参加建设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亲切握手 整个体育场沉浸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 当地时间2月15号下午 胡锦涛主席和基奎特总统专程来到 距达雷斯萨拉姆市区24公里处的 中国专家公墓平吊英灵 中国专家公墓 在雨后避空层云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庄严肃木 69块大理石墓碑 整齐地静卧在绿草如荫的墓园里 这里长眠着69位中国元坦人员 其中51人是在修建坦赞铁路期间献出宝贵生命的 坦赞铁路于1970年动工兴建 1976年全线建成通车 当年5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肩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带着对非洲人民的情谊 远舍重洋 历尽艰险 修筑了象征中非人民有益的坦赞铁路 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 圆坦中国专家公墓纪念碑前摆放着胡锦涛主席敬献的花圈 胡锦涛主席同基奎特总统一起 缓步走上台阶整理花圈上的碗帘 碗帘上写着 为援助坦桑尼亚而现身的中国专家 永垂不朽 胡锦涛主席和基奎特总统静静默哀 表达两国政府和人民对烈士们的无尽思念 随后 两国元首步入墓园 在一块块墓碑前 驻足凝视 了解烈士的生平 缅怀烈士的英雄业绩 离开公墓时 胡锦涛主席神情凝重地在纪念册上提词 中国援助坦桑尼亚专家的无私奉献 铸就了中坦友谊丰碑 仅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国青山埋中谷 69位元坦中国专家的英明 永远铭记在中坦两国人民的心中 2 1 5 1